各位各位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或者历史意义的东西 摄影师大哥你家笑什么 没有刚才结果了 然后这边可以按字面理解意思 这个就相当于第一军营 然后下面是马拉威步枪 然后再看那上面有1914年到1918年 那么我们怀疑这个就是我们猜测 怀疑什么呀 我们猜测 我们这个猜测就是可能就是打下那个独立战争的那个第一枪的地方 然后建了这么个纪念碑建了这么个军营什么的 然后应该在这边算是保存比较好的 有很有纪念意 因为这边是最早的首都嘛 所以我们有这种猜测 因为也没人给我们解说什么的 那我们也算往长了 没有没有相关信息啊 当然也没有太细程 嗯 网络也不好 嗯可以进去看一下 如果有谁知道的话可以那一张 嗯看 嗯有小朋友要上界 那个KIR是什么意思 缩写吧 嗯 都是靠财一切 给一切靠财 那上面 及时管异到时候看看大家什么意见 那个今天非常急快跑 不要吃这个 唉 也看不懂 The Great Wall 我只看到最后一台 伟大的战车 这台阶上面是什么 为什么两边都 没了东西 对 很浓的青草味 嗯 青草味 这个中塔 因什么 诶 荣誉而切 我说 嗯 嗯 嗯 大家慢慢看吧 我音韵也不好 哦 开沛 二次 says 第二次 第二次 说 第二次 说 kolej次 是 接着 第一次 交侍 我们 给解 ART 表面 这墙上全部上的清油 有没看到 这砖头什么全部上的清油 看起来特别漂亮 是吧 这上面都是都泛光 但味道会很重 应该为了更好的保存 现在在那个车上 我们不是在非洲马拉维这个国家吗 然后在这个国家的话 它在温度 骑士 bei 骑士 你是温度吗 没有 谢谢 那哥儿吗 面对于是 那个手也没出现 听不听 手进去了吧 我出来干啥 好的 我们现在不是在非洲马拉维这个国家吗 然后呢 就刚才那个陈伟说的呢 不是英语是当地话 叫集结话 集结话怎么说 集结网 就是当地马拉维话 集结网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来教大家几句图语吧 我当然也是学习的 然后这样呢 如果你们要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 就走就变 第一句话呢 是我当时乍听的时候 我惊呆了 因为这句话乍听有点像这样 叫做 有没有搞错呀 后来才发现不是这句话 是叫做 但是他们说我说错了 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现在先听 那这话什么意思呢 再见的意思 拜拜 所以听一下正确的主意是该怎么 准备 提尤娜娜娜 所以我 我到底 那我到底哪里就说了 提尤娜娜娜 提尤娜娜 我帮你帮你 好了 那时候再说一次再见吧 跟大家 再说一次再见啊 提尤娜娜 西埃山的教书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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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戴上 不戴上 可以立起来 你会配合发生 我们现在在路边碰到一家卖水果的店铺 然后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那个菠萝蜜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在这边看到吗 第一次在这边看到菠萝蜜 然后我们国内菠萝蜜不是很贵 是不是 而且很大一个 而且很大 他这边刚开始吧 他说 但是这边是清 但是我问他说多久能吃 他说三四天吧 放三四天才能熟 你之前吃过这种品种吗 吃过啊 好吃吗 但是比这个大 他这个确实小了 然后我问他 他这边一个多少钱 他说一千五 然后一千五 然后他后面马上跟一句话 最低价格一千 他怕你不要 嗯 嗯 那我们买两个吧 买一个吧 啊 我怕不好吃 因为这个很小 我总感觉没熟 好像没长大一样 他饭两天他就熟了 买两个吧 可以送一个给别人 就两千块 你不是带了两千块 刚刚好 对对对 好 好 那我们就不用砍价了 哎 哎 sorry 他这个 我帮忙 他这个 不是 他那个会滑下来 这上面的东西非常黏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那个我刚才缠了一下 嗯 你也可以拨一个 尝一下 可以吗 还可以呀 嗯 哎 果然掉 一股了 嗯 那我们搬上车吧 嗯 嗯 搬 这个相当于就一个就十块钱 这样 不到十块钱 在边币 他说这个可以尝一个吗 可以 你挑一个软一点 尝一下吧 OK thank you 你钱给他吗 这个可以尝一下 可以 Can we try this one 他捏一捏 看熟了没有 啊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帮我捏了一个 软一点的 嗯 没尝过 我跟飞飞都吃了 这是什么 这我们就不知道 而且也不好吃 你问他一下 叫什么名字吧 他们当地人 what what's this what's this Masu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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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this is jackfruit ok ok 这个女的音语挺好 good smell ok thank you 这个女的音语挺好 嗯 这个女的音语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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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个我们在非洲马拉维 然后从首都往那个叫什么 布兰泰尔这条路上的时候 发现这一条很有意思 都是沿路都是卖水果的 而且前面是经过水果摊之后 就开始都还有卖玉米卖水果的 看来这一块应该是产区 应该土地挺肥的 好开始 春围春林 这边说已经开始发芽了 因为这边的季节是到雨季之后才开始发芽 那本来就是 现在是马拉维的11月 然后这边是雨季的刚刚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田地里的这一些 这些应该是烟草吧 这么大的叶子 他们主要经济作物就是烟草跟咖啡豆 然后这边刚才看到大片的 这边就有大片的植物在种植 刚才有农机设备经过 有刚才派有农机设备 这边就烟草开始发芽了 你看我们前两天在那个中部 中部那边就说那个 田地是那个耕好了 但是那个种子都还没有冒芽 但这边都已经有大片的叶子出来了 嗯 然后这边已经成片成片的出现了 而且已经长的 植物都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这边雨水不一样嘛 或者说我们原路返回看看 是不是那边 但没这么快 那边是都没有破土 一点点绿色都没有 这边应该水土更多一些 现在是11月 雨水更多一些 你看这边很多东西都冒 那边我们就看到离好的田 但是都还没有任何东西冒芽 一点点绿色都还没有 那这边都已经冒芽了 好走吧